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Hello 我是Calvin 繼上個月香港政府推出I-BON之後 今個月又推出60歲以上才可以認購的銀式債券 其實跟I-BON一樣 合資格人士都是很值得去認購 今集就會講一點關於 債券的基本知識 以及認購銀債要留意的地方 先講銀債認購的資格 第一要持有有效的香港身份證 第二就是60歲或以上人士 1962年或是之前出生的 今次已經是第六批的銀債 年期一樣都是三年期的債券 認購時間是7月20日上午9點至7月30日下午2點 每一手的面額是1萬元 發行總額是240億 按情況會加碼至300億 保證回報3.5厘 公布認購的結果不遲過8月6日 正式上市時間是8月10日 銀債一年派兩次息 年息會根據最近六個月的通脹CPI 如果CPI低於3.5%的話 就會保底3.5% 即是最少都有3.5厘的年回報 跟IBON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銀債是沒有二手市場 要賣就只可以原價 即是面值100%賣給政府 所以這個玩法跟IBON完全不一樣 我會建議上市之後 短期之內賣去賺錢 因為上市之後 IBON二手價一定會升 升幅已經等於收到全期利息的大部分 但銀債不一樣 沒有短期獲利 反而當銀債是一個3.5厘的高息活期存款 就對了 因為它完全保本 隨時可以原價賣給政府 另外債券是每一天計息 即是你不需要等到每半年的拍息日才收到利息 就算持有一個月 賣出的時候 都會按比例收回一個月的利息 這就是債券的特性 跟股票拍息之後的隨便是不一樣的 所以當銀債是一個3.5厘高息活期存款 可以先抽 要錢用的時候再賣給政府 不等錢花的 放三年 每一手一萬元 總共全期收到1050元的利息 其實債券對於退休人士來說 是一個非常合適的產品 因為它的風險沒有股票那麼高 它定期有息收 未接觸過債券的朋友 其實如果你合乎銀債資格 我是很建議你試試去投資債券 如果買過銀債 覺得債券適合自己投資的話 我歡迎你看看我其他IB收息系列的影片 可以了解更多美國公司債券和其他收息的產品 說回銀債 究竟應購多少才好呢 跟IBA一樣 它是一個循環派發機制 不是說應購得越多就會分得越多 看看去年的數字 去年發行150億 認購人數13.5萬 最多每人派到14手 但同時間合資格的年齡是降到60歲 可以預計到認購人數會上升 有可能接近20萬人 估計最後派到最多是15至20手 如果你有足夠流動資金的話 可以試試認購20至25手 即20至25萬 銀債可以透過指定的銀行或證券行去認購 它的表也挺長 如果有需要的話 可以停下影片再慢慢看 另外另外個別銀行或證券行 會有豁免手續費的優惠 又或者個別證券行 它除了有優惠之外 還會有新開戶的優惠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總之 當銀債是一個3.5厘的活期存款 認購先就沒有蝕底了 有什麼事 原價買回政府 就算未到拍攝日 中間日息都可以照收到 如果未夠60歲的朋友 就不用灰心 市場上一樣有不同類型的 零成本賺錢方法 例如現在開副圖證券戶口 只要用我這個優惠碼 放1萬元在戶口兩個月 就可以收到一股蘋果 現值大約1,100元港幣 另外送到100元的超市現金券 優惠只能做到7月尾 要把握這個最後機會 我知道很多退休人士都喜歡看Youtube 記得Like、Share給朋友 我們一起學習更多關於債券收息的知識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